-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執行車記錄器 極速科技 專營車用3C音響主機 哈囉 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老司機會員推車 今天阿達很難掌勁啦 因為旁邊有個這樣 對不對 阿達除了沒有什麼掌勁以外 也很難掌勁 那這個你本身是開四代的油電bit 對 沒錯 因為它的空間整體的表現來說 都非常的亮眼 我覺得今天節目有一個看點 就是我常遇到一個問題 長這麼高的人怎麼選車 很多觀眾都會問我 小師哥我真的挑不到一台適合自己的車 所以今天呢 我們這個節目的看點是要跟大家分享 高個值要怎麼挑車 196公分 196公分 我唯一呢 只要躺著的時候可以比它高而已 哈哈哈哈 站著我是沒機會了 好不好 你自己有四代fit 為什麼你不來推薦你的四代fit 要推薦我的車 忠實的會員 不過今天這一場仗很難打 因為其實四代油電fit 如果有看過我拍影片 我是覺得已經算是 優點大過缺點很多的車子 好啦那今天呢 因為它要求我挑一台 那我也不知道它做不做的下 所以我們今天呢 跟大家觀眾朋友分享的是 2019年的SUVARU的XV 好讓你先看一下外觀好了 身體的設計上來說 是一個還不錯的設計 第一個它的眼睛很銳利嘛 然後都做熏黑的處理 加上有一些類似防刮材質的這種黑色 要讓你陰陰一些跳石啊等等 我們的這個旅圈是有更換過的啦 這個我們還有升級的打孔的通風碟啦 還有BLAMBO的前卡鉗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改過前卡鉗的車子 煞車上面有沒有什麼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後車廂空間 我覺得偏小 你還覺得偏小啊 以休旅車這麼車長 跟它的這個高度來講 你本來以為應該要更大的 對我原本以為它應該要更大 應該說它會更低一點 OK好那重溝器來了 我也不知道 到底駕駛座 它坐不坐得下 直接先上去嗎 沒有啊 你就先喬好你要的位置 要不然你擠得進去嗎 我不知道 應該不行吧 我這樣看起來不太行 不過我已經有幫你把方向盤調到最高了 現在沒意外方向盤應該是最高的 沒有我降低了 你因為我把它降低了喔 那你等一下再調一次方向盤 沒事沒事沒事 大不了卡一下然後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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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最遠 所以你每一台車一定都是拉到最高最遠 一定先這樣做 再來喬 然後這個視線 高低了我看 最低了最低了最低了 好首先 你說比較高比較難挑車 首先是遇到哪裡的問題 第一個是腳 因為有些車它的這個方向盤比較低 然後就像我剛剛像這樣子 你在用油門或在轉彎的時候 你的手或方向盤會直接卡到腳 聽說因為這樣有發生過車禍 等一下我們車上再聊 我後面跟大家分享 因為身高發生車禍 我第一次聽到 等一下我們在車上聊 第一個就是這個 轉的距離會卡到腿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是視線 視線的問題 但是我現在的視線 事實上我的眼睛 基本上已經跟這個 最頂端已經有點平行 差不多是等高線的地方 所以我要開的話 要嘛是我這樣坦一點 但是我這樣可能會全到這裡 但是你一坐低 對腳可能會插到這邊這樣子 所以你這樣就不能 玩膠帶殊死戰 因為一玩膠帶殊死戰 你就一直卡到你的腿 那也是沒辦法 沒辦法打 欸可是你不能換手嗎 難道手一定要下來嗎 你說膠帶已經殘著了 你要怎麼辦 不是啊我是說正常開車 你不要再想膠帶的事情 我意思是說你轉下來以後 用左手輔助 然後右手再上來 你就下半圈手不要來 我先讓你坐前面一點 好那這樣 你說你這樣子轉的話會怎樣 這個往下 好比如說這樣 好 喔就會這樣卡到 那好假設你現在要打 用我剛剛講的 手都不下來 接力的方式 欸對啊接力 摸到我插到啦 插到什麼 我剛剛插到啦 你說會 你說翻盤插到你的腿 對 好那我讓你 解放解放解放 喔所以差別是在這邊 所以其實你交換手 可能會可以減少比較多卡到的 對但是習慣上來講 還是會這樣子 可能你開車習慣還是會這樣子 對啊 好所以這台車以坐姿上面你覺得 坐姿上面的話我覺得 還ok嗎 腳是ok的 但是現在來說可能會稍微 也比你的fit 差一些 對不知道這個可不可以 那可 拆掉 對拆掉或怎麼樣 或是把這個拔下來放後邊 可以啊 這樣就好一點 這樣也比較好嗎 有啊這樣好多啊 你看它原本是這樣子 然後後來它上去 喔它原本比較厚啦 對它這個很厚 喔原來它的影響是它太下來了 對所以這台應該 所以把這個拆掉會好一些 那你看一下它這個內裝的鋪陳 你覺得怎麼樣 包括它中間的那個小資訊窗啊 顯示的一些四輪傳動相關的一些資訊啊 我能比較也只有fit而已 對沒關係 就用的fit比就好了 整體內裝來講的話我覺得 完全不同等級啊 啊真的嗎 怎麼不同等級意思是 這個比較高級吧 剛剛看到這個fit 台本在那邊偷東西 這裡只有這個auto 它只有駕駛座是auto 只有駕駛座 它是前兩個位置是auto的 對但是fit是只有一個地方是auto 欸其實這個很久以前 Galen的時代啊 已經四個創造auto Galen是2001年 2000年左右的東西 已經距今二十幾年前 所以證明說這個應該不是什麼很高端的科技 應該不算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要這樣 欸我先跟各位朋友講 我們不是要拿這個等級不一樣的來比 而是你目前唯一擁有就是fit一台車 所以我們就單純的用車主的心得來比較 好啊你覺得內裝的高級感是比較有的 對但螢幕它這個是電阻式的觸控品 所以有點 斜軟體的就很在意這個 什麼電容式電阻式 不是電阻式你要用指甲去戳 電容式你用你的拇指在 用你的皮膚在那邊摸就ok了 你只是想要說 因為你有教女朋友說 你有剪指甲的習慣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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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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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蘇巴路的車都會有一個資訊窗 然後它會先撕一些四輪傳動的一些狀況 路況等等的 好所以現在你這個姿勢是你 這是我平常開車的 駕駛的姿勢 駕駛的姿勢 那我想知道你這樣做完後面還剩多少位置 我們來看看 來 哇沒辦法做人了啦 可以啊我可以 我腳開開的這樣 基本上我只要把我的那個工具 摻在腰上的話 應該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擋 做到這個時候我可能就這樣做 你的是白內裝的布椅對不對 對布椅 那你會比較喜歡皮椅還布椅 我個人會比較喜歡布椅 蛤為什麼 單純是喜好問題 做習慣 但布椅比較蠻難清洗 沒辦法的事情 但是我現在上面已經有一些髒汙了 然後呢沒辦法擦拭掉 欸對白內裝真的是比較難副的 但是還蠻好看的 對啊一打開會有一個尊容感 會有一種明亮的感覺 對 那個其實啊我們看久了黑內裝 忽然久久讓你打開門 看到那個全部米內裝 你會覺得哇 怎麼覺得高大上 有一種哇又來到不一樣的世界 對啊還有那個特斯拉也是啊 門打開它裡面是白內裝 你忽然就覺得 欸好像蠻高貴的 或者是賓士有 也有一個像愛馬仕皮的那種 它是帶一點紅色的駝色內裝 甚至還有BMW還有紅內裝的 看久了會覺得那些特殊色啊 反而覺得其實蠻特別的 所以現在 對現在我看到剪內裝 我不會覺得不好看 還是我老了 沒有吧我也喜歡剪內裝 大家好 出去實測一下 XV開起來的感受是如何 跟Fit改起來又怎麼樣 然後在車內再跟大家分享 長得高的人怎麼挑車 還有因為長得高 為什麼會出車禍 好出發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極速科技 專銀車用3C音響主機 好啦今天我們的這個高人一等的阿布 來試一下這一台XV 我先這個大概的試開一下分享一下 等一下讓你比較一下跟你的Fit 到底差在哪 Fit內部空間真的是蠻大的 真的很大 搬家也非常的方便 這個車啊其實基本上我覺得 你有沒有感受啊 你坐旁邊你應該就感受到 這個隔音應該還不錯吧 隔音好Fit非常的多 對而且它在過坑洞的那個坑洞處理的表現 也很紮實 尤其今天我們下雨天剛好 可以來試一下這個四輪傳動 它會讓你在過彎的時候 信心感非常的足夠 2.0的我覺得156匹馬力 20公斤米左右的扭力 其實它把它設計在市區 我覺得油門反應也非常的靈巧 有一種車很好玩就是 你過坑洞的時候你覺得它很紮實 可是呢你踩油門的時候 又覺得它其實蠻輕快的 你說過你以前有開過賓士對不對 舊型的賓士 那個很穩重 對賓士開起來會有穩重感 它的穩重感不只表現在你過坑洞轉彎的時候 你踩油門的時候你也覺得還蠻重的 真的有這種感覺 對老牛拖車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不能怪它喔 因為我記得沒錯 你那時候開的那個年代的賓士 它的起步應該是二檔 所以會緩慢很多 因為它就是為了要那種類似 營造出那種尊貴感 很像司機在開車的感覺 你起步不能太猛 要讓你後面的老闆做得很舒服 你不能起步一個讓它貼背不行 所以那時候賓士為了塑造出這種穩重感 它是二檔起步的 而且其實二檔起步還有一個好處 你變化箱比較不會壞掉 因為你一檔的起步如果扭力太大 對扭力太大的時候很容易掛點 那這台車有的那種CVT感 老師你覺得 蘇巴路的車裡面啊 我自己覺得CVT感算是最輕微的前幾波 所以待會換你開的時候你可以試看看 對我覺得它的CVT是做的相較之下啦 讓我覺得比較能接受CVT感是最輕的那台車 之前試過那個 BizuVision的Core Plus CVT真的有過分 對那個CVT感會很重 其實為什麼CVT感會重 我講過很多次了 第一個隔音不好 隔音不好的時候你引擎轉速高 你就很容易聽得到 那當你覺得你油門沒有踩很重 可是引擎卻一直在嘶吼的時候 你就會把它歸咎於CVT的問題嗎 但是因為蘇巴路它隔音做的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當你在重踩油門的時候 它傳遞進來引擎的聲浪並沒有大到 讓你覺得說很不能接受 這應該還有歸功於它那個水平對臥引擎 它會比較偏下面一點 引擎離我們人會比較遠一點 對聲音的傳遞沒有那麼直接 所以你覺得CVT感也沒那麼重 那第二個還有馬力的問題 你馬力越大的車子其實受到CVT的影響 我覺得會越小 那你像COPUS那種小引擎 當你想要加速它又不夠力 然後又CVT 哇那整個引擎轉速一上來 隔音又不好 你整個就會覺得 哇怎麼會覺得好像很頓挫啊 然後噪音很大啊 覺得CVT感很重啊 就會有那種錯覺出現 風切身抑制應該是很沒話講吧 好很多 我只能比較FIT 而且現在長期開的都是FIT 對啊我今天來就是要你比較FIT 像你平常你在使用車上面應該 後座載人的機率不高吧 意外的門高 因為我很常載朋友出門 那你這種腿長你開FIT 然後你又調整你的那個位置 那你的後座 你的後座能坐人嗎 可以坐還是可以坐 還是可以 就是FIT 那個四代比較厲害的地方 它也壓縮到了一點後車廂空間 但是它的後座空間也稍微變大了 軸距拉得很大 那像啊 我常常會接收到這個 一些觀眾朋友的訊息來詢問 就是說 他說它長得很高 但是他就請小師來幫他推薦說 怎麼樣的車 因為它長得就跟你一樣一百九十幾公分 甚至你還算瘦的 有一些又高 然後又稍微比較壯 地形比較壯縮一點 比較魁舞一點 對那它腿太粗 有時候就是會去卡到方向盤啊等等 那它就會問我說 有哪一些車款啊 是比較有機會的 那我剛剛在跟阿布聊當中 我發現 其實體型高的人啊 幾個影響 等一下如果我有Solo 你補充 一個就是這個前後距離 這當然一個 如果讓你的腳 太過於彎曲的話 開起來會很不舒服 而且有可能會頂到你的 轉彎的時候會頂到你的腿 或者是甚至排檔的地方 都會頂到你的腿 對 然後第二個是說 視線的問題 有時候雖然你坐得進來 手腳都OK 但你視線太高 你會看到這兩板 對不對 對 有時候紅綠燈 你就會看不到 所以我以前一直以為說 對於身高高的人 你只要給他坐姿舒服 方盤能打 排檔能打 就OK了 其實不然喔 還有一個是 雖然你坐得進來 你轉彎什麼都OK 但你視線上面 有時候你對於一些標誌燈號 你的判別 就沒有那麼 沒有辦法那麼直覺可以判別 你可能知道他講 對整個視線啊 然後就整個坐姿都會影響很大 對然後再加上說 你算瘦了 如果有一些腿更粗的 他可能直接一坐進來啊 甚至連轉彎都沒有辦法轉彎 真的有這回事 你說你以前曾經因為你的身高 而出過車禍 對就是因為在轉彎的時候 腳卡著方向盤 然後呢就沒辦法轉彎 就這樣轉彎就卡著這樣 就直接卡住 因為你腳事實上也有一點摩擦力 對 然後就會沒辦法轉 因為兵式比較穩重 就聽到說他整個都很重 就直接去撞了 就直接去撞樹 撞樹 很可惜 自撞 不過這真的蠻危險的喔 聽說你之前 你為什麼會做過Kent打 Kent打是我朋友他有載貨 然後我想說我去做做看吧 做做看 吃看看能不能幫他載東西 結果做了連排檔都不能打 排檔一檔都不能打 一檔二檔都不能打 幾步都不用想 這個連路檔都進不了 對啊 可以到時候給阿呆照片 我真的沒想到說腿長可以困擾到這種程度 你知道嗎 那那些NBA球星怎麼辦 我猜他們我也不知道 喬丹也都開跑車 有可能有個方法是訂製阿 我真的懷疑那些NBA球星 我知道了 不然你下次買林寶接你試看看好了 買不起阿 搞不好可以喔 樂高我買得起阿 那你分享一下說 你自己有一個心得 你覺得哪一些廠牌是你覺得 身高高的人可以去試試看是有機會的 首先第一個要講的阿 就是說駕駛座這種東西 以現代的造車理念來說 現在越接近現代的車 駕駛座會越寬敞 因為他們也發現說為了安全性 駕駛座越寬敞的話 那些人不會比較卡 然後也會比較不會影響安全 再來第二個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說歐系車一定比較大 但我目前做起來 日系車比較大的比例比較高 我們剛剛有在小吃那邊有試幾台車 對我們有試過幾台車 我給他試一下 因為我常常遇到人家問我這個問題 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因為我沒有那個困擾 你說日系的車 那你覺得哪幾個廠牌子 HONDA跟SUZUKI都OK HONDA跟SUZUKI都OK 而且我剛剛意外的喔 你說HONDA的這個 從小蟲FIT大到CRV你都是OK的 都OK的都做過 所謂的OK就是視線上 我跟你講這有兩點嘛 一個是視線上 一個是方向盤的轉動上面都是OK的 都是OK的 距離上面都是OK的 都是OK的 SUZUKI那時候我是在夜晚試的 SWIFT 然後腳是沒問題 腳空間很大 欸我真的蠻意外 SWIFT你現在也可以 可是我視線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你做了以後 後座應該沒辦法做的 那後座直接不用看了 對後座直接是 直接規定 你只能放那個包包而已 有什麼廠牌是絕對不行的 有什麼廠牌嗎 因為現在很多 Toyota也不一定全部都不行 因為 Toyota你有試過什麼 有試過幾 Corona course有試過 假如有點燒卡 然後視線還OK 然後舊款的AUTIS我試過 視線也OK 舊款的AUTIS 舊款的AUTIS 舊款應該是10代的 10代那時候的 做得進去 也能打 腳也不會到橫卡 那視線呢 視線我覺得也OK 還OK OK 那我記得你說 你上的是幾乎都不行 你上的我 我只試過舊款的而已 然後呢 前一代的Super Central Super Central也有試 對那幾代都是 腳都直接卡爛 我自己的想法是有可能 因為Nissan很著名嘛 它的沙發很舒服 所以其實它的椅子 都會比其他廠牌車來的厚 所以有可能 就這樣卡到你的腳 也有可能 這個車其實 平常蠻適合郊外踏青 因為它面對一些 你到戶外的路況 下雨天等等 泥巴等等 因為它有四輪傳動的系統 所以開起來會比較有信心一點 再加上說整個是比較紮實 那我認為啦 我認為蘇巴路的車子跟福特的車子有點相近 就是我覺得有很多的人啊 我們人很多 大部分都從韓系日系車開始 才慢慢的往上進步到 似乎現在的我們的風向是這樣吧 就是開到雙B奧迪以上 才是一個人生最後的 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對不對 沒有沒有 其實人生的最後一台車 通常都是禮儀車 比較長的那一台 對 對 比較高大上的 要嘛就凱迪拉克的嘛 沒有我說的是在那之前啦 反正那個好像是說 你遲早要開歐洲車 這是一個廣告池 對 所以好像慢慢的 我們從日韓的車開始要上來 就是福斯 Skoda Volvo 再來奧迪 雙B 甚至更高的一大一車之類的一些超跑 然後我覺得 為什麼我說它 在我心中 我覺得 蘇巴跟福特的車很接近一件事是 似乎它可以當作一個銜接教育之用 就是當你要從日韓車想要進步到德系車 歐洲車中間的一個 比較高貴一點的車型 一個銜接教育就是 要先經過福特跟蘇巴路的試煉 你要先擁有過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一個人家講說可能福特比較容易要上課嘛 對不對 這第一個嘛 第二個是蘇巴路的零件 有夠貴的 偏貴 東洋賓士 這個不是亂講的 我有大概幫網友去尋一下價錢 你像這個水箱 一般的水箱 你如果要換正常的水箱要一萬多塊 一萬二一萬三 一個水箱而已 但是呢 副廠很便宜 副廠可能三五千塊而已 正常副廠我都給大家參考 還有一個來臨片也很貴 來臨片原廠差不多接近六千塊 避震器正常一隻大概八千塊左右 副廠咧 沒有副廠鍵 沒有副廠鍵 有改裝鍵啦 我問你有一隻大概八千塊 四隻八四三十二三萬二 那很多人應該會直接換改裝 對嘛 因為你還有調整功能 軟硬高低的調整功能 可以換一台車感覺 對對對 然後還有那個 壓縮機也滿貴的喔 壓縮機正常一顆要一萬五千塊左右 然後發電機啦 發電機好像一萬多 發電機正常兩萬八 發電機兩萬八正常 副廠八千五 所以呢 你換一顆正常的呢 可以抵三顆副廠的 那我就換副廠了 壞掉我再換嘛 副廠有保固嘛 對不對 過保固我再換一顆就好 應該OK對不對 好啦 這個就是它零件其實貴到 真的會讓人覺得 你這樣聽到這零件的費用 你就會覺得很可怕 蠻貴耶 真的是蠻貴的 有沒有超過你的想像 我還沒有換過什麼零件 所以我也不知道說這個價格多少 你第一台車就是Feed嗎 對我第一台車就是Feed 喔 好我可以跟你講是蠻貴的 有聽起來就是蠻貴的 感覺就是 跟國廠車應該是有一定的差別 所以你想想看 我說的所謂的銜接教育就是 歐洲車也差不多接近這樣子的一個照顧的價錢 那有兩個講法嘛 一個就是 都買這個車那你不如直接買歐洲車 那第二個講法是說 欸我剛剛說銜接教育就是 你想要從日系韓系車要跳到歐洲車的中間 你可以先試試看這個 如果這個車你開個兩年三年五年一樣的行 那相信你可以直接挑戰歐洲車 好大概就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可以做一個銜接教育 震撼教育一下 我們換一下位置 換手 換手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極速科技 專營車用3C音響主機 哇聽到剛剛這個中控鎖的聲音 你就會想到 Beat沒有速控上鎖 是喔 對 沒辦法感受 有 你現在開起來 感覺上面 有覺得紮實度 穩定度比較好嗎 我還在感受中 還在感受中 那油門的反應呢 油門的反應 我覺得Fit稍微輕快一些 對 因為畢竟油電了 油力比較大一點 Fit好像24.8公斤米 這個20點多 對 會比較大一點 剎車來講的話 我剎車都比較穩了 所以還好 還好 我們這台有布蘭柏 有布蘭柏嗎 對啊 布蘭尼的朋友布蘭柏 不過其實我看這個坐姿 可是坐起來是可以的 對啊 腳是OK的 你看我身上頭有點微低 要低頭 喔 開不同的車 什麼不同的感覺 整個調性身上都差滿多 對完全不一樣對不對 再來是我有點習慣油電 有感覺到說 變速箱它有一種 它介入裡面以後呢 它的力道的線接上 有點跟純電的感覺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Fit本身就是 幾乎以電為主的一個車 對 現在冷氣開20度 20度 你覺得不夠 它這個冷氣不太行 不太冷 是TOYOTA特別冷 這個沒辦法 這個大家都知道 沒有這個 每一家設定不太一樣 其實每一間的車廠 它的設計的溫度表現都不太一樣 尤其像歐洲車是最明顯的 對歐洲車的20度 它有可能最算是暖氣 對不對有可能吧對不對 這不是應該要 但TOYOTA冷氣超冷也是真的 沒錯 你真是煉咖啡事 才會煉啥 但是被造車耽誤了 可是我覺得這也很簡單 你知道怎麼做嗎 就是你把23度這個數字 雖然你顯示23度 但內部給它18度就好 懂意思嗎 了解 直接做一個虛的出來 就是比如說呢 這快樂錶的意思 就用這種方式的話 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哇怎麼這個牌子的汽車冷氣特別 好像開了一開 有感覺到它 它路本身顛簸蠻多 然後這個 應該也有關水平對臥 那個整個重心比較低 你這樣開你就覺得重心比較低 這不厲害 真的假的 因為Fit重心蠻高的 這個起步踩下去的時候 有感覺到 它可能沒有 檔位沒有要用很低 所以速度沒有起來 起步覺得沒有那麼的快 所以你看到一樣的一台車 給不同的人開 大家感受不一樣 因為它每天開了Fit 它會覺得說Fit的油門輕快很多 而且坦白來說 其實Fit的隔音已經算很不錯了 我記得我之前在試車的時候 大部分的時候 我就感受到 其實Fit的隔音已經算 比起它前一代好很多了 有有這個我有很明確的感覺到 因為前一代根本沒有隔音可言 要說HONDA的車以前來講都是沒有什麼可以 那我給你做一個總結 就是你這樣子稍微這樣繞一圈 稍微感受一下 你覺得這車在各個方面 包含引擎便物箱還有底盤啊 表現方面你有沒有什麼 簡單的 一心的 目前習慣來講的話 我希望它的起步可以再稍微快一些 對 那引擎來講因為沒有太快 所以我也不太知道 也沒踩太神 對 那煞車的話 Rambo是原裝的 不是換的 換的 自動力有點太強 自動力 喔對 有點太強 可能沒那麼線性吧 對啊 沒辦法 很踩得很平穩 對 然後其他底盤來講的話 我認為這個底盤是相當的好 過坑的那個整個感覺 不會有太多的彈跳 因為它上這台車蠻高的 1600mm的樣子 對 然後我Fit 1515 然後我就覺得 已經很高了 已經有一點彈了 對 這台避震有改喪嗎 沒有 原廠設定我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喔 你可能會以為 它會不會比較偏向修旅車的感覺 應該算是 它的定位應該算是CUV吧 對 所以你會覺得說 它好像應該會受到的車高引 是真的 但是它的視線來講 是真的就像CUV這樣 視線是蠻好的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太高的感 好啦 謝謝阿布啦 那這個 我們的會員推車就到這邊 好喜歡我們的影片 要記得訂閱 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喜歡我們做一系列這種素人 我們的會員 來這個試車的影片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讓我們知道 好啦謝謝阿布 下次見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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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個是T-Lock是不是 還是T-Cross T-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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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試試看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對 可以 來 喔它下面有平靶喔 可能會友善一點喔 有 但轉位的時候平靶就沒什麼用了 好 你先喬好你的位子 有 可以喔 可以喔 新世代的車就比較好 這個轉盤真的好爛 你看吧 不是我在講的 欸 視線不行 這個視線完全不行 這個視線看出來就直接 看到 這樣 就是這樣子 所以視線是 這樣就是完全不行 就是你要T-Cross 就是很不舒服 沒有沒有我們就以你的標準 以我的標準 那就是不太行 不想要這樣子開這開場 T-Cross是不行 T-Cross是不行 開久了會那個 脊椎會彎曲 那我們去演示一下 B-Class好了 這剛剛它已經喬過了 好 這樣是可以 這可以 但是你腿不會 轉彎不會打到嗎 手不會打到嗎 應該是不會 喔 可以 好 視線你看 對 視線其實現在是你眼睛的高 對對對 所以你看明顯它都說 就是我事實上 它已經在上面一點了 就沒什麼問題 OK 其實剛剛也試過Golf Golf也是不行 沒有它是舊款的Golf 舊款Golf這台它也是不行 那邊剛有一台雅哥 來我跟你試一下雅哥 欸舊款的 比較稍微舊一點的 HONDA我們試過 舊HONDA你看可不可以 可以嗎 這樣最圓了 這樣最後面喔 最後面了欸 GG了 這樣是可以嗎 不行 視線不行 不行 視線不太好 視線也不太好 這裡還有夾一顆 因為它做比較斜啦 它的前檔其實是蠻斜的 我以為HONDA都可以 所以 HONDA不行 HONDA不行 我看它做完後座剩多少 還可以坐人欸 你看 這樣子距離我覺得 還可以坐人 應該是還可以坐人 但坐你不行啊 靠腰啊 我們試一次嘛 不行啊 不行啊 你坐不進去啊 你要側坐了 很怕啊 就躺了啊 怎麼可能啊 你有朋友那麼高的嗎 沒有 對啊 有180快190了 開車196 載著196 你是載籃球隊出門喔 SWIFT可以試試看 對啊 我是SWIFT我腳 我記得是非常OK的 好 新款的SWIFT是怎樣 沒想到SWIFT可以喔 真的假的 這隊員 這隊員 勉強 啊 那個視線咧 啊視線不行 所以SWIFT能坐視線完全不行 不是一樣會看到這邊 現在這是你眼睛的高度 對沒錯 哇好難買車喔 超難買的啊 那Skoda應該也不行對不對 Skoda 好這是我們的 這是Atavia是不是 試一下 看起來蠻 可以距離退很遠喔 可以喔 好大 好大 竟然被196公分的人說好大 好大 試一下 好大 好遠 好遠 好看一下視線 視線也不太遠 也不行 對啊 應該是轎車系的 叫車系都不太行 對就這樣子 欸 因為他前檔 我在這邊看其實也坐很鞋 真的欸 就是跟這個前檔的鞋度 我覺得很有關係 你要看 我覺得你要找前檔直立一點的 然後我們再去試一下 還有什麼車 那Livina好不好 你幫我試一下Livina 好 因為我覺得你上個椅子都蠻厚的 來我來看 最後了 最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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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完全不行 就這樣 喔 腳會卡到 我可以用腳來控制方向盤喔 我用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欸 好那 Divina出局 我覺得休旅車會不會好一點 試試看 來我這台雷克薩斯讓你試試看 我看有沒有鎖 OK 請上顆 RX270 哎唷 最低了 視線也是不行嗎 視線也不太行 因為視線也是被 也是被卡 我現在是在他眼鏡的高度 對 真的大部分的視野 有一半被屋頂遮住了 沒有錯 你只剩下下面一半 所以連休旅車都不行 欸 好難挑車喔 這小子 好那我們去看一下你的fit好了 好 你從那邊上我從這邊拍好了 所以你的是怎麼樣 可是你的腳我覺得也離方蠻近欸 你腳放在油門上 我放在煞車 煞車 所以其實也其實蠻近的 對蠻近的 但是視線我看你去看 你看視線 視線眼鏡在這裡 對在這邊 至少看到的東西會比較多 剩三分之一 對我這邊鏡頭其實看很明顯 剛剛那個我從螢幕裡面看啊 視線是一半而已 難怪 欸真的是可以 可是我看你後座 你開車後座還呢 欸還可以載人欸 有沒有 沒有這台真的很大啊 所以啦 高的人好不好 唯一推薦 唯一推薦 唯一推薦很大啊 對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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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